各位板橋社大的同學 大家好 我們好久不見了 那這個防疫期間 我知道你們都很慘 被關在房子裡面 哪裡不能去 那我想 有空還是得去郊外走走 那因為這個季節 正好是 我們講的五月選 油童花季開始了 出去欣賞的同時 透透氣 那不妨做一件好玩的事情 來 各位看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油童花的種子 那只要在大樹下面 或是在旁邊邊坡 很容易剪 剪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不妨多剪幾個 它是一個很好玩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剪回來的種子可以幹什麼 油童花很好玩 它很公平 它就是 這個種子一定就是三分天下 我們輕輕把它剝開 一塊 兩塊 我們就說 每一個種子 那麼它裡面會分成三個小房間 每個小房間又住著各一個小朋友 那我們把這些種子怎麼樣呢 很小心把它挖出來 我們看看 每個種子的內膜都有一點硬硬的 不要用你的手去剝它 因為有時候它蠻韌的 那我們就是輕輕把它剝開 我們把種子拿出來 那麼油童花它是有辦法長成龐然大物的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既然叫盆栽客 我們不會把植物種到 你沒有辦法容納 所以我們想辦法呢 要讓它變得很可愛很可愛 那我們看看 我們先把這個種子把它挖出來 我們看看這樣挖出來這個種子 然後把這些沒有用的膜 外面有一些像是它的種皮 我們可以把它剝掉 然後呢 一向我們播種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心裡都會在想 這個種子播出來 是哪邊要朝上 哪邊要朝下 那事實上 如果是我們要玩的話 我們完全不用去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是覺得 所有玩盆栽的人 心裡都不太正常 直直生長的樹 你都說不好看 如果Y708的樹 你就說它很好看 那這是真的有一點點變態 那所以我們播種的時候 如果用一點點技巧呢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植物弄得很漂亮 那這個種子弄到不是很好弄 但是正好符合我們現在的需求 為什麼 如果很好就把它弄出來 那麼你是不是就不能打發時間了 你就是慢慢慢慢一點一點把它剝出來 那現在呢 為了節省時間 那我麻煩我另外一個同學 來先幫我剝開一下 然後我們來講這個東西 來麻煩你來把它全部都剝開 好 那我們把它剝開以後呢 事實上這個種子 有沒有注意到 它留了一塊很漂亮很漂亮的殼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殼呢 既然它叫油桶 那麼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外殼 它含的油汁一定相當多 那相當多的意思是什麼 它不怕水 那只要是木質的東西 碰了水常常很容易腐爛 那這個表示說 它可以耐久 可以耐非常久的時間 不會壞 幾乎就可以當一個花盆來用了 然後再跟各位講 這是剛剛隨便路邊找到的一個小草 然後我絕對不是博學多聞 這個東西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認識 我不曉得它是誰 但是它現在正在開花 那我們看看 因為它是長在柏油路上的 薄薄的一片 連土都沒有 那這樣子它可以長這麼漂亮 代表說 在這個小環境裡面 它必然也可以活得不錯 那我們看看 拿回來 這個東西呢 你就是把它 仔細的放到這個殼裡面 很快 那這個呢 旁邊有多餘的土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稍微把它剝掉 那這個看起來很不客氣 那為什麼呢 因為草的根通常很柔軟 它可以讓你把它怎麼樣 把它捏來捏去 它不會斷掉 它不像一般木本植物 一捏可能會斷掉 所以我們就很輕鬆 你看 隨便小花小草 拿起來 找到這個殼 那你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塞到這個洞裡面 然後塞進去之後 我們看看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可不可愛 路邊沒有人愛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你撿來的 你把它撥下來 也許它重心不是很好 但是重心不很好 有什麼關係呢 你隨便拿一個什麼架子 拿一個什麼桌子這樣擺 然後這個怎麼照顧 你只要澆水就好了 在馬路邊沒有人管它的 它都長這麼漂亮 那我們現在花了一兩分鐘的時間 給你觀賞一個月 或是以上 我覺得投資報酬率超高的 只要幹什麼 澆澆水 有足夠的陽光 它就可以過得很好了 這個再強調一次 不花一毛錢 這一點是我最愛的 因為本人超小氣 那我們看看 這個種子已經把它通通都撥下來了 你看真的很公平 兩顆果實撥出來 就是六顆 每一個大果實裡面都有三個種子 那我們常常會想 這個種子要撥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會問 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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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你把它的角度通通放對了 那麼每一顆樹 以後都叫做 亭亭玉立 那個是你想要的嗎 不一定吧 所以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你看看 在放的時候 有一些叫做尖端朝上 有些你可以把它叫做尖端朝下 然後呢 甚至有的平躺 有的怎麼樣 那麼一個種子長出來 它自己會去調整它的方向 所以 我們放的時候呢 記得 最好是拿一個 樹燒盆 也不一定是樹燒啦 樹膠盆 反正你手中有的容器 只要它真的能排水 只要能排水 你就可以拿它來使用 那我們看看 我們面前使用的這些土壤 都是所謂的顆粒土 那我們就說按照 比較大粒的放在下面 然後呢 比較中粒的放在中間 上面鋪一點點細的 那麼這個土就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看 我們只要這個土壤 大概是高度這樣就好了 那各位同學會不會講說 奇怪 那花盆這麼多 為什麼我只要放這一點點的土 好 那我們先試試看 我們看看 這個種子你擺的時候呢 隨便放 有的朝上 有的朝下 有的平躺 甚至你管都不用管 你就是隨便丟 因為這個叫什麼 紀律問題 他自己要長成怎麼樣 那是他自己的造化 那我們這樣把它弄完以後呢 是不是大部分的同學都會有一個習慣 這個種子是不是要再把它蓋起來呢 好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 那個是完全 叫做人本主義 你自己都覺得 它是你的寶貝 你家裡的孩子 睡覺 你會幫他蓋背 所以這個種子在這裡 你也想把它蓋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 自然界的事情 一個種子 它從樹上掉下來了 當它在地上如果撞擊 散開了 它的種子 跑出來 請問有沒有人幫它蓋背 從來沒有 任何外面的種子 都沒有人在替它 叫做一個樹羽 叫做附土把它蓋起來 那既然沒有呢 為什麼要多此一舉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 有沒有把這個種子蓋起來 會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種子現在呢 原來在這個果實裡面 有外殼的保護 那就是表示說 它暫時還在 叫做休眠中 那你現在把它撥出來 叫做怎麼樣 叫做見天日 看到太陽公公 那麼 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蓋起來 意思好像是不是 又把它包回去了呢 那既然它已經被拿出來了 它可以曬到太陽 那麼它會有一個規律性 譬如說 白天曬到它了 它會變熱 當晚上呢 氣溫這樣低的時候 它要冷 它知道已經過了一天 你如果用土把它全部蓋起來 那麼對它來講 每個時候都像晚上一樣 那反而對它的生長 應該沒什麼好處 可是人總是覺得說 不把它蓋起來就是很難過 麻煩請你忍耐一下 就我們想一想 在外界 可能會被附土蓋起來的植物 只有可能是什麼 被動物吞下去的 然後再排泄出來 要不然它們都是裸著在外面的 那這個樣子 應該會比較自然 好 那這個 這樣放了以後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怎麼樣 把它噴濕 好 那我們把它噴濕了以後呢 噴到怎麼樣呢 這個水露出來 好 那各位都可以看到 這個水都露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表層呢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好 接著呢 請問這個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室內還是室外 這個問題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有一點困擾 那我們來講 好 如果說你一直放在室內的話 那麼室內的溫度 大概會保持大概一個固定的恒定的溫度 不會有太多變化 那麼你放在室外的話呢 它很可能就是怎麼樣 太陽曬到的時候熱 晚上它又變涼 那麼這樣子刺激它 會讓它的怎麼樣 它的梳醒 它的睡醒的時間會比較快 那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 它會比較快發芽 除了說你家的野生動物 很多 有可能跟你偷走 要不然呢 保持自然狀態 這樣子是最好的 而這個呢 在還沒有把它撥出來之前 我們講這個種子是還在休眠的 那麼你現在把它撥起來 又把它弄濕了 那你就必須保持這個土壤 能夠濕潤 為什麼 它已經醒了 既然醒了 它就必須要吃飯了 必須要吃三餐了 那麼這個東西呢 更不建議說 有人就是直接把它怎麼樣呢 泡在水裡面 就是一直保持濕濕的 因為這個是其實是一個最不好的做法 我們現在會呼吸 那當這個植物呢 它也需要呼吸 它要的是二氧化碳 它不要什麼呢 它不要氧氣 所以我們放在外面 那麼你每次澆水的時候 這個水的重量呢 它會壓下去 把裡面的氧氣擠出來 那這個叫做什麼 空氣交換 你一旦全部都把它泡在水裡面 這裡會形成怎麼樣呢 氧氣排不出去 那我們的術語來講 就叫做優氧化 記得是這一點 植物是植物自己的生活史 你不要用人去把它 不要把它當成你的一部分 它是世界上很自然的一部分 好 那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看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 差不多兩個禮拜前的油桶種子 那這個種子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隨便丟它 你看看它長出來 它的根一定是怎麼樣 會朝下 那如果當初呢 你把它放的是 顛倒的這樣子的話 那麼這個根很可能怎麼樣呢 它可能是 沒有辦法接觸到土壤 那麼它必須得要自己 轉一個彎才能碰到土壤 那這個種子 算是蠻重的 它很難一下把它舉出來 所以它會產生怎麼樣 產生這種變化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種子 播到這裡面以後 並不是說 我們所謂這個播種 還有你的遊戲就完成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第一趟的遊戲 你如果把這個種子放在這邊 發芽了 你通通不理它 那麼它會發生一件什麼事情呢 因為這個種子的生長能力蠻強的 它會 這個根直接碰到盆底之後 會站起來 然後站高到某個高度 重心不對以後 它會直接摔到外面去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說 這個有一個名稱 我們叫做催芽 希望它趕快在這邊發芽 然後發芽以後 我們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來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盆子播種的是又寬又淺 然後呢 這個小培養盆 它是又淺又高 那正好來做什麼東西 來 我們看看 這裡有它剛長出來的根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白白胖胖 好可愛 覺得它實在是 好像碰不得 好像很鮮的那樣子 可是你看看我現在想幹什麼 我現在想要把這個根 剪掉 很多人會不會覺得捨不得 或是這樣一剪 它可能會 呼呼哀哉 其實 不會的 我把一個好粗好大的根剪掉 然後旁邊細細的呢 我也都把它剪掉一點點 剪掉一點點 那這樣是在幹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個植物的根 生長 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它需要吸收養分 還有一個是 我要在這裡安身祕密 我要用它去抓住地面 那現在我們把它剪掉了 它會怎樣呢 還會再生長 那還會再生長 請你不用怕 它不會被剪死的 我們看這個種子 有這麼大 表示說 它的胚芽養分 非常足夠 所以這個種子長出來呢 剛出來這些根 不是要來吸收用的 因為這邊 它媽媽送了它一個 隨身的 這麼大的一個奶瓶 這個種子來供應它 絕對夠用了 然後這個根呢 是它要做什麼呢 是我要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把它剪掉 對它的吸收 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想把它做什麼呢 來 我們來看看 一樣 我們這裡還是有一些土 那還有呢 我們在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剪刀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 這個剪刀要乾淨 雖然我們講 把它剪了 對它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如果你的剪刀是 常年沒有用 沾了很多誤會 然後可能甚至還有生鏽的話 那麼對不起 你可能會讓它 誤乎哀哉 為什麼 它不會動 但是它也是生物 只要是生物 就一定會生病 所以拜託 我們去剪這個東西的時候 把剪刀洗乾淨 好 擦乾淨 好 那我們來 裝點土 對 那還有這個可以跟各位 介紹一下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果汁 裝果汁的瓶子 那我們拿它來裝各種土 很好用 很多人在家裡 他可能用什麼 可能用湯匙 可能用手抓 可能用小鏟子 可是我們來看看這個塑膠罐子 你要去裝土的時候 它是有彈性的 大盆子 直接倒 如果小盆子 你可以把它捏小了 一點都不會把你的環境污染到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呢 我們所謂的土壤大中小 是一個很客觀的講法 譬如說 以現在這個土力來講 對這個小盆子 它好像就很大 那對現在來講 我們就不用這麼大的盆子 那不用這麼大的土 那我們用小一點的呢 來看看 好 這個比較大力的土 裝一點點進去 好 這個大的土呢 主要是讓植物的這個空氣 可以好好的對流 讓它不會積水 並不是它生長主要的地方 所以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再來呢 這個我們就放一點 比較小粒的土 放進去 大概盆子的一半就夠了 盆子的一半就夠了 那我們看看呢 這時候我們會把這個種子 裝到這個 裝到這裡面來 那裝到這裡面來 我們看看 你把它這樣放下去 以後它就會很正常的生長 可是你如果把它放歪的呢 它是不是以後會稍微 有點脊椎側彎 那如果你乾脆就是把它 這樣子顛倒放 它以後長出來 可能是一個S型 那應該符合很變態的心理 它長得越奇怪 你會覺得它越漂亮 那可是我們現在 還可以再做什麼事呢 來我們看看 這個上面還有很多的空間 那我們把這個植物放下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就是一塊小沙網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小沙網 就這樣把它蓋起來的話 那麼這個所謂的陽光沒有問題 透氣沒有問題 澆水也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只是說 它生長等一下站起來 很快就要碰到這個網 那碰到這個網的時候呢 植物的生長習慣是 我要這樣子 可是現在呢 此路不通 走到這裡 它必須怎麼樣 可能這樣 可能那樣 可能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它被關在這裡以後呢 它一定會想盡辦法 做什麼 想要站起來 可是它就是站不起來 所以它可能會在裡面怎麼樣 就是弄出誰也想不到的姿勢 那什麼時候再把它放出來呢 你覺得它已經叫做 剛長出來的這個骨幹是很嫩的 你覺得你看得到 好像已經變硬了 木質化了 你把它拿出來 那麼它一輩子就是那個樣子 也許有人說這個很殘忍 但是我倒也不覺得 為什麼 順利成長的沒有人理它 等它一旦變得有一點怪怪的 去到哪裡 人人都說你漂亮 你很好 那我們就不妨試試看 那這邊呢 要把它固定起來 我教各位一個小技巧 要把這個網固定起來 很多人會很死心的 拿著在這邊繞 然後在這邊捲來捲去 事實上這樣子 一點都不好做 那我們看看呢 我們會拿這個鋁絲 我們先做一個圈圈 大概比這個原來的大 比這個盆子大概稍微寬一點點就好 那記得呢 主位 你的剪刀是預備廢棄了 要不然 不要拿你 工作上面的剪刀去捲鋁絲 這個是剪植物用的 不要拿它來捲鋁絲 你看 我們做一個 大概一個圈圈 比它稍微大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稍微打個結 這樣就好了 那接著我們把這個網 蓋起來 這個呢 是不是很容易就 套到這個邊邊去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來你們看看 這個動作 我們把它拉著一邊 然後你用手就好了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 綁起來 就是說 我們先做一個 大一點點的圈圈 套住 你只要 稍微往後 拉一下就好 而不是 拿著繩枕在這邊繞 你會覺得少了一隻手 你沒有辦法工作 那這個呢 我們一樣 就是把它怎麼樣 噴濕了 那記得 我們第一次噴水的時候 一定要噴到它怎麼樣 完全流下來 而不是說 只有看到表面濕了 就好 因為表面濕了 也許這個水 才到什麼地方 到什麼地方 並沒有完全濕透 那麼我們這樣弄起來 欸 這個 因為 現在看是這個樣子 欸 過幾天 你就會發現 它可能稍微碰到 會碰到這一塊網 那麼這個時候 其實你可以怎麼辦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 放歪的 那麼它會往 往這裡長 你放這邊 它可能會往這邊長 那麼這個模樣呢 是你自己可以創造 你可以自己去處理的 那這個東西呢 再說一次 其實在全省 山地 低海拔 到處都有這個東西 可是當我們出去 你要去檢視這個東西 還是記得 身體的安全 你還是得麻煩你 戴個口罩 然後去撿回來之後呢 到家裡面 你可以把口罩拿掉 再來工作 那會比較輕鬆 那希望各位可以玩得愉快 在油童花季 我覺得我們正好來玩油童 那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事情 再看一次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迷人 這太好玩了 那希望你們可以玩得愉快 謝謝